网络上非常流行把过期的母乳拿来做成母乳灶 认为又温和又不伤皮肤 但是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洗了以后 两颊变得红彤彤长红疹 医生诊断是严重的枝漏性皮肤炎 虽然母乳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肥皂制作过程当中可能添加了灶碱 容易破坏表皮的天然保湿因子 所以医生建议家长最好帮小baby挑选弱酸性 而且没有香精的清洁产品 网络上不少新手妈妈热烈讨论母乳的营养价值 而且认为拿来做肥皂应该温和又不伤皮肤 因此有些不为母乳的妈妈就把过期母乳 做成母乳灶给小baby洗澡用 觉得应该母乳很营养 觉得应该是很天然的 所以给宝宝洗应该是很OK的 人家都说用母乳灶很好 然后特别是小朋友我们就什么都不加 有时候还会加香精什么的 那就帮小朋友做就特别什么都不加 然后给他们洗这样 但母乳灶不见得适用每一个小baby 有位刚出生两个月大的小男婴 因为妈妈连续一个月都用母乳灶帮她洗澡 没想到脸上红疹越长越多 两甲红通通严重发炎 就医才知道原来是枝漏性皮肤炎所引起 我们皮肤在发炎的时候角质层就在受损了 那你再用肥皂 它就是比较强的清洁能力 它会带走皮肤表层的天然保湿因子 那会让皮肤就是受损的更厉害 皮肤科医师强调母乳本身没有问题 而是肥皂制作过程中可能添加了造解 在清洁时破坏表皮的天然保湿因子 因此医师建议家长最好挑选PH值 介于4.5到5之间弱酸且无相近的清洁产品 如果使用后出现红肿长疹子等症状 最好还是就医治疗 记者赖水米刘汉林台语报道